政府計劃容許快速測試呈陽性人士 透過網上系統直接登記陽性結果 而無需經過核酸檢測確認 就可被直接視為陽性高安作後續更進 當自行快速檢測呈陽性 需即時致電具案抗疫計劃熱線1833019 報告身體狀況,經評估後安排處理 再加等後期間盡可能保持空氣流通 各人士亦應留在自己的房間內 離開房間時須正確配戴口罩 避免與其他家庭成員共同進餐和共享私人物品 醫冠局已設立熱線 必有需要人士查箱和提供醫療建議 亦以啟動指定診所 協助處理病房較輕微的感染人士 而已預約途中診所複診的長期病患者 請按原定複診日期 大同覆診卡和身份證 前往區內指定的藥物補充診所取藥 醫管局主張先等較高風險的感染人士 能及早送到醫院 而沒有病徵或症狀輕微的感染人士 會盡可能送到社區隔離設施 就惡送入社區隔離設施的人士 如果家居情況許可者 會在核酸檢測陽性後第7日進行檢測 如果檢測結果呈陰性 這些人士可以回家 而在家居逗留到第14日 需要再進行檢測 到時結果再呈陰性 可以離開家居和遇上生活